因為它是屬於單兵C型的 它就是類似一個可以飛行的一個大型手榴彈 所以說它的作戰距離 我們剛剛所揭露的這個 它導控距離可以到10公里 所以說要是要渡海截擊 或者是襲敵於半渡 那可能是有點困難 但是至少對於近岸 這些攻擊是有用的 目前為止 我們國內還沒有正式的取得 就是我們彈簧刀300型的這個實體 所以說這架飛機呢 從設計概念一直製造到是非 完全是我們從零開始 那重要的是它後端的終端攻擊 我們還引進了人工智慧 所以我們也在同步的發展當中 那它的彈藥我們可以選定高爆啦 什麼穿甲等等等等 這些武器這個彈頭的研發 它也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 那剛剛講到這個人工智慧 還可以輔助我們的攻擊手 來做一個目標的一個識別 識別以後再由它來下達這個打擊的決心 所以說這個整套的技術 我們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